故事 哎呀 小姐 你的神仙男友 现在一疯老头样 被生活虐途哦 喂 医生 陈医生 刚又送来一台 今天晚上是消停不了了 准备接吧 知道了 好 怎么了 不舒服 累了点雨 可能感冒了 那我先去看看 你休息一会儿 忙不过来叫 好 老大 老大 姐夫 叫我干吗 果然还叫姐夫 那个 又送了个鸡蛋 走 好 怎么走 来吧 表姐 你和沈浅男友 现在一疯老头样 被生活据错了 你很关注啊 我错了 我以后 既然破嘴不用就捐给一日课 再也甭管说话了 钟哲 你皮痒了 你老大哪里错 明明闪着光好吗 你要有能有他十分之一的建议 我就替你妈烧高香去了 你的假如只是洗手 再说 都没有 再误估自己 编手 然差会儿 更有的 我吃个早餐 你怎么可能就要 小鸡蛋 你怎么去 还没吃早餐 不要吃了 你真的不 吃不饭 我肯定吃了 就好 我肯定吃了 那你不吃吗 你不吃了 要,我肯定吃了 我肯定吃了 你不吃了 她的老大 以后大半夜这傻小的 再给你烦一下 你不用给他回 快吃饭 看来今天手势很多啊 手都耍红了 没吃饭 低血糖 低血糖 我家有薄荷糖 你等一假我去给你拿 薄荷糖 薄荷糖也是糖 别嫌弃了 我倒里有 你帮我拿吧 裤子倒里 裤子倒里 等我什么时候你还对我玩 你自己拿吧 万腰会带动腰背肌肉血 消耗大量卡路里面 导致脑供血不足 好了 别说了 我拿 我让你把门调到 你把门调得最棒了 我觉得我买到了 你把门调到 医院 把门调到 我的家里 它有两天 你把门调到 人家里 他就会 这ニ试 thế